位于新甸的捷运供购大楼碧潭有约商场在空了好久之后 现在终于招商成功 日前新北市政府与知名游戏研发商乐生科技 共同签署了合作契约 未来乐生科技的营运总部将进驻碧潭 除了可以带来大量的在地就业机会 也期盼能够将碧潭打造成一个复合式的文创空间 空了好久的新甸碧潭有约商场 未来将有国内重量级游戏研发商乐生科技的营运总部入驻 乐生科技表示会选择这里 除了是因为碧潭的好山好水有助于创意发想 另外商场空间充足 相对办公环境就会比较舒适 而最重要的就是交通便利 它是捷运站的供购大楼 所以不管是从哪个地方过来 只要能够搭上捷运就能够很轻松的到达这个新店捷运站 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适合的地点 乐生科技成租地下一楼到地上二楼 共计3284平 租赁期十年 初步规划二楼作为全球营运级研发总部 预计有600位员工将在此工作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表示 乐生科技总部的进驻 不仅可以提供在地酒业机会 同时也会刺激产业发展 碧潭是我们台湾最著名的风景区 而且这个非常具有文化气息 那周边又有非常多的年轻学子 在从事游戏的产业 那我们把它结合起来 变成一个文化创意园区 它交通便利 而且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游客到这边 那最重要的 我们是创造很多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那这次吸引乐生集团 把总部搬来这边 再结合原来很多的创意 包括车库咖啡APP产业等等 那我想将来可以吸引更多更多的相关的产业 来到新北市 除了将总部搬到新店壁坛 乐生科技还规划了车库咖啡 提供创业青年投资者等各项产业资源 透过高自由度的媒合机制 让人才与资源能够紧密链接 以车库咖啡的这样概念 来支持台湾的年轻人 在移动互联网的领域 在mobile internet的领域 在移动游戏的领域里面 来发展创意 然后来推展他们的创业计划 都感到找到了一个可以支持的平台 所以这个车库咖啡 未来我们就会希望它能够落脚在壁坛 新北市进发局表示 壁坛有约商场招商案的成功 开启了数位文创新世代 新店壁坛将不再只是吸引观光客的风景据点 还将是新北市重要的文创园区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北市台湾报道